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中国众多小企业内卷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男子说 我今天听到的一个最吓人的话题 就是在我附近1000平方左右 有三家厂都跑路了 我一开始不敢相信 后面去南村贴的通告 还有其中一家在悄悄的挪走机器 现在应该还没人知道 工资基本上还没发 老板就跑了 最受灾的是谁 是打工人 因为这是血汗钱 还有一些卖辅料的 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 和工厂相关的打工人都拿不到钱 每年到了离过年很近的期间 服装厂跑路的也特别多 女子说 今天咱们来说说 小工厂面临的困境吧 用的上百万的机器 赚的额是几毛钱的利润 加了设备没钱 不加设备又没单 批量的订单利润低 守着老客户又没单 开发新客户的话连打样都是亏的 想做转型 没方向 维持现状又没出路 硬扛心理媒体转行又不甘心 工厂倒闭也使得很多相关产业陷入困境 广州新唐镇是著名的服装生产基地 有网友在当地发现大量商铺倒闭关门招租 男子说 今天我带大家到新唐镇逛一逛 这里是广州新唐的街头 大家看街头的车很多 往那边去应该是个商业街 我后面有个理发店已经关门了 马路对面有很多店铺在招租 这边还有家庭租房 小店铺在加工牛仔面料 新唐这个巷子里面有很多小店 这里好多打零工做日节的老哥 还有店面已经关门的 这个巷子里面都是一些小店 比如美食还有做中介的 大家看这个店 两婚两素只要10元人民币 这边快餐很便宜 而且这个店面正在招租 另一个也在转让 这里快餐竞争很激烈呀 太多快餐店了 这里整排都是快餐 全部是两婚两素10元 而且几乎都是转让 这就说明这个生意好难做啊 竞争太激烈了 男子说你看这家快餐店 两婚两素只要8元人民币 这家里面还有空调 在东莞我都没看到过这么低的物价 为什么他们这边竞争这么激烈 因为楼上全部是加工牛仔裤的 楼上有很多工人 还有很多做日节的临时工都住在这里 这些快餐老板为了抢客户 为了竞争 所以就把价格压到最低 完全都是靠销量取胜 所以很多店做不下去了 男子说旁边有个商业综合体 但是很多店已经开垮了 已经不经营了 这边也没人气 这个小超市也开垮了 关门了 这边的店成排的倒闭 有些店都在招租 但也没租出去 这个店你看以前租出去过 但没生意 所以又关门了 这边也是大批的倒闭 关门 看不到人气 几乎所有的店都是关门或招租 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2024年10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7% 1到10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 均比上年同期下降2.1% 另据8月31日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的工厂出厂价格降为14个月以来最差水平 从7月份的46.3跌至42 降至6个月低点 是工厂活动连续第4个月萎缩 专家认为这给中共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压力 成为北京可能难以实现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最新迹象 随后陆媒爆出了更多工厂 难以维生 濒临 倒闭的消息 今年8月和9月 大陆新媒体正面连接深度报道团队 实地走访了浙江 珠季和山东 以水等数十家源头厂家 结果发现很多小工厂在生死线上挣扎 面临不开工赔钱 开工同样赔钱的困境 珠季当地一家袜厂老板黄雄告诉调查记者 最近两年订单很少 他表示一般到了8月15以后 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 但是今年一直没有 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 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 新款更是越来越难卖 以前出十个款能起来五六个 现在出十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 其他的都买不动的 不仅如此 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 往年存有几十万双袜子 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的是 但今年没有老板敢囤货了 资料显示 珠季每年生产出250亿双袜子 占全国销量的70% 全球销量的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 珠季在中国百强线排名第12 是中国经济最好地区之一 珠季尚且如此 中国其他地区可想而知了 不仅南迈调查还发现 袜叶内卷严重 利润微薄 黄雄说 能挣五分钱 人民币就是暴利了 至于高端袜 以前利润约有10% 现在有的挣10% 有的挣2% 3% 有的连1%都不到 一家典型的低端 走量场的老板娘王凯还补充说 袜子的一个环节只能赚一分钱 比如翻袜环节赚一分钱 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 一双袜子赚五分钱 但是如果量足够大 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 那就是150万人民币的年收入 拥有另一家同袜厂 黄雄的邻居周欣说 袜子企业的内卷是没有止境的 你永远不是最低的 价格最便宜的 总有人比你便宜 除了原材料 袜子的克重 股数 帧数 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 有了20克的袜子 就会有15克的 有了15克的袜子 又会有14克的 做了亏2000 不做亏4000 你做不做 况且为了养活工人 也要把袜机开起来便宜做 与此同时 超款倒图的风气盛行 也是让这些袜厂老板 头疼不已的现象 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 自己还没卖热 房款就出来了 周欣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里的商品图片 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 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但是等他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 发现实物与描述严重不符 当地人表示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 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 此外大部分商品都可以直接抄袭 并且当房品出现时 原创者们也无处申诉 总之报纸提到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 机器不想知道你在亏钱 机器想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意思是因为如果产线开不起来 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 就会稳定的流失 假如工厂一会停摆 一会重开 一会需要解散工人 一会又要重新招人 理事工比常工贵 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 因此只有机器全开 达到厂线饱和的状态 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 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用一位工厂老板的形容就是 把你掉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 不过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 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 将产品销出去 那就要亏钱了 之前有报道显示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 有阅兵厂老板表示 一个阅兵的成本 最低的成本不可能低于3块5 不过为了清库存 有些厂家只好卖到一元前超低的利润 使人震惊 除了亏本清仓 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可以被卖出来 要想不亏本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 那就是压缩成本 据记者形容黄雄的袜子厂设在 三楼500多平米的空间里 里面放着层层叠叠的仿机 14台为一组 一共5组共70台 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仿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 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 大部分仿机都停止运转了 只见唯一的那名员工赤裸着上身 汗流夹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 耳机里什么都不放 隔离了仿杀机的隆隆声响 8月份的珠基 室外体感温度高达40摄氏度 但生产袜子的车间并没有开空调 老板黄雄对眼前不开空调的工作环境解释为 不能开也开不起 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 至于开不起则是因为成本问题 黄雄说自己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 最少挣15块钱 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 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 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 所以不敢开 还有一位老板娘说 没办法挣不到钱 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 像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等 都可以被缩减 一位山东移水食品厂的老板说 在移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到28天 在穿插几个夜班 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到8天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 在山东移水产线萎缩的更加厉害 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 起码要工作2728天 其中穿插几个夜班 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七八天班 为了贴补家用 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 在移水的一家食品厂 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 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 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 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 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搏 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另有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 原本也一腔热血 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 打造自己的品牌 但厂长很快发现 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 做高端举步维艰 因为品牌需要营销 需要广告 需要媒体影响力 都需要钱 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 发现是个无底洞 终于扛不住了 最终一位厂有新点子 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 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 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 放弃了线下商超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 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 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就像厂家们放弃的品牌梦 可以发现无论是猪鸡还是泥水 无论是纺织业还是食品业 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 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也许有人疑惑 既然收益微薄 为什么不直接关闭工厂 一名内部人士解释说 其实这些工厂老板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女子说 现在很多制造业的老板都说自己每个月都在亏钱 但她们并没有把工厂关掉 这是为什么呢 她们为什么不关闭工厂 把工厂关掉不就及时止损了吗 因为她关不掉 大部分的工厂老板都欠着银行一屁股债 她的车间里面 她的生产设备都没办法卖掉 她没办法把自己的库存很快卖掉 具体欠银行的债 她还要靠银行和她的员工去维持工厂的运转 达到一定的营收去还她的贷款 所有工厂都是这样的 如果一下子关掉走人了 那她欠银行的贷款是没办法还的 这就产生了征信问题 那么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去维系工厂的运转 哪怕是亏钱 她也还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企业延续一天就可能还一天的债 但一旦关闭就永远都还不起了 那是银行客户供应商纷纷上门要债 他们等于自己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也有人提出工厂完全可以借当前大火的电商平台销售 但报道提到 事实上这些小企业对电商平台 电大欺客行为非常不满 首先许多厂家都无力招架电商平台的游戏规则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 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 比如在加入电商平台后 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 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 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 实际操作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 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 哪里可能罚款 报道举例说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 运输成本已经支出 如果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 要交纳品质问题罚款 就地整改的话 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 等整改结束时已经入库迟到 则需要交纳迟到的罚款 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 会导致连接显示库存不足 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因此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 这些规则就如天书 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 对厂家更严苛 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除此之外 如果平台销售价格过低 同样会导致爆单损失惨重 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 决定在平台清货 它只有200单要清 老板把大米从15元每代降到11元每代 最终降到5元每代 第二天醒来 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 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 但他的库存只有200单 发不出货 就必须承担罚款 每单8元 总共缺货1800单 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5万人民币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 工人没有社保 每个月挣5000到8000元人民币 他们很少教苦 更喜欢说习惯就好 但是再简单的工作 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 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 后来穿布鞋 再后来穿拖鞋 再怎么换 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 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到300块 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对此专家认为其实不管是工厂没有订单或者电商平台带来的坑 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经济下行 在中共党国的引导下 中国资本主义从一个投机性金融泡沫迅猛转向另一个泡沫 世界上最大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现在已变成一个吸走经济活力的巨大黑洞 然而中国正在通过大量债务驱动的制造业投资 吹出一个新的巨型泡沫 中共政府正引导的资本主义架构 依靠各省市之间的激烈竞争 让各省市将自身打造成生产中心 但这带来了盲目重复与不协调的扩张 与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公有之下的 有计划发展背道而驰 以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刘宗元的说法讲 结果将是难以逆转的产能过剩陷阱 好 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